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我突然想要钓鱼 拖着冰桶哼着歌 来到了熟悉的钓场 赫然发现我钓鱼的宝座 居然被一个饿溜子占走了 或许是它喝多了 我跟它打了声招呼 但它大声地辱骂我的时候 我想了想 赶紧道歉 我从容地坐在它的旁边 听它威威道来它的丰功伟业 它说它用百元手杆 吊起百进石板 我笑了笑 不是笑它在唬烂 而是笑它没捡过石板 我看了看我的老历石 并摘下它 跟它说 我钓石板 要用老历石 将老历石 不是那么朴实无法 且枯燥 要跟你丢 我会给你丢 我看你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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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你丢